歡迎收看MoneyDJ財經新聞 我是趙慶祥 訓練科技5號5203 1996年從台大多媒體影音實驗室起家 當年正是影音開始逐漸數位化的時代 從錄影代轉變成CD、DVD這種數位的影音 因此影音的技術更是那時候剛興起的鮮學 而訓練的影音播放軟體PowerDVD 也授權給PC廠商 以OEM的形式搭配銷售 讓使用者可以輕易的使用這些影音的軟體 但是近年來說到智慧型手機的興起下 不管是網路速度、頻寬都變得更大 許多的影音播放還有簡單的剪輯軟體 都變成了手機APP 而加上了PC市場整體的成長性也逐漸趨緩下 因此訓練的B2B業務也逐年下滑 而訓練還有另外一個產品你一定不陌生 就是威力導演 在這個人人都能成為YouTuber的年代來領下 剪輯軟體變得更加的重要了 而目前威力導演在台灣還有日本 都是市占率第一的消費型剪輯軟體 在台灣的市占率更是超過5成 而另外訓練也鎖定商業的客群 在去年推出U系列產品 今年也推出AI技術產品 為未來的營運注入動能 而面對軟體市場競爭激勵的狀況下 訓練近年來的營運走勢緩不得下滑 但是今年訓練從過去永久的 授權軟體的商業模式 度序轉網訂閱的方式 因此在營收上預計會有一段的陣痛期 而訓練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 為什麼還要採取這樣的策略呢 未來在營運上的佈局又是什麼呢 我們專訪到董事長來跟我們談一談 來看一下整理報導 訓練科技成立在1990年 目前資本額為8.46億元 而主要的業務包含多媒體 影音軟體的開發和銷售 而產品主要可以分成三大類型 包含Create、Play跟Work三種 而當中包含威力導演和PowerDVD 而從產品和營收比重來看 數位媒體創作以及其他約占64% 而影音娛樂約占36% 而從商業模式來看 B2B因為PC市場的成長趨緩而逐年下降 而今年上半年占營收約三成 B2C則約占到七成 我們訓練其實我們在過去很多年 我們跟很多的國際大廠做電腦的 比如說台灣的Acer、華碩 或是美國DLHP、日本NEC、Fuchiz 我們都有很多密切的合作 那它喜歡我們的軟體 可是它有時候希望說 我們的軟體能不能做某些小幅度的修改 那我們如果做這個小幅度的修改 它就跟著它的電腦就百分之百 我們所謂的捆綁出去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叫B2B 就是我們不是直接賣給中端使用者 我們是賣給HP HP去賣給中端使用者 那這叫B2B 那中端使用者用訓練的軟體 不是因為他認識訓練 而是因為他買了HP的軟體 的電腦 那HP電腦裡面捆綁的是訓練的軟體 所以這個在行銷上呢 就稍稍做了一點 那我們覺得這樣的缺點 就是說HP不賺錢 就像現在PC大廠都不怎麼賺錢 那我們就賺不到錢 所以我們其實早在六七年前 我們就決定說 我們一定要開發自由品牌 就比如說在台灣現在 威力導演很有名 大概在台灣做編輯視訓的 大家都知道威力導演 而不是因為他買了Azure的電腦 電腦裡面有一個叫威力導演 那這就是B2C了 我們就真正在 終端使用者的心裡面 形象上建立說 你要編Videos 你就去買訓練的威力導演就對了 那這樣我就不會被中間商 不會被HP或Azure或Dell 那他們的business來干擾我們 所以這次我們這麼多年來 在B2C 我們覺得成長很重要 自己就是自我品牌 最重要的地方 軟體公司白買種 訓練從技術影音起家 走過數位影音崛起的歷史 而公司強調重要的是廣攬人才 還有掌握市場應用的趨勢 在學校做了一些技術 我們總希望說產業界可以使用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希望做一些技術合作 跟廠商合作 我做了兩三次案子都不成功 因為不成功就想說要不要自己來做 所以那時候就成立訓練了 二十多年前的video是很難的 就是說這麼多年來 大概二十一年來 我的做research 研究者或者當教授 現在沒有變 我最後一個題目都要挑一個難題 因為挑難題有個好處 你一旦做出來 別人很難很快就可以追上 那當然就挑難題有一個缺點 它難 所以有時候是很折磨人的 就是真的是有時候說不出來的時候壓力很大 不過概念上我們就是挑拿的題目來做 那事實證明是對的啦 其實技術的優勢關鍵 我們都知道就是人 技術都是很聰明的一些工程師想出來的 那嚴格講起來台灣的工程師 我們的工程學院或是資訊交出來的學生的水準都是世界級的 所以台灣本來就不缺天下最聰明的engineer的這些人才 不管是AI、區塊鏈、video technology 那我自己有相當的了解 然後在對市場的需求 市場的方向跟市場的機會 也要相當了解 要不然你做出來的東西沒有人買 那也是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去年這二十幾二十來 二十年來我們就是磨出一個很清楚的了解 說世界的技術的應用、機會、商機在哪裡 然後我們的工程人員 我們的R&D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哪些題目上有所發揮 至於在威力導演方面 目前威力導演在台灣和日本的試占率都是第一名 而在台灣的試占率更是超過五千 而公司認為現階段作業系統當中附加的剪輯軟體功能都過於簡易 而因此威力導演是唯一能夠滿足消費型使用者的剪輯軟體 在定價上也相對同業更有優勢 而今年以來訓練的部分 因產品已經陸續從過去的買斷改成訂閱的模式 看好就是市場對於訂閱軟體的接受度逐漸提高 我們知道消費者心裡會有一些反彈 但是最近這三四年世界幾個大廠 比如說Adobe 比如說現在的微軟 現在微軟365也是租賃的了 還有現在很多很多優勢 在手機線手機很多APP 也都是用租賃的了 現在很多相片編輯的APP 或是影像編輯APP 也都沒有買斷的了 就我們發現衣物水線都可以接受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說 我們終於快看到消費者 他願意接受用租賃的方式來買軟體 那所以我們今年也就會大規模的來 我們還是會有買斷的 我們還是會有賣斷的 但是我們會有相當大的行銷活動 會來促銷我們的這個租賃的部分 通常這個 比如說我們一個產品中賣100塊 那買到100塊 租賃的話你大概第一年可能就收一半 50塊 那所以我們確實在剛開始推租賃的 第一年或第二年 業績其實是會掉的 這個事情在Adobe當年 在Adobe當年推出租賃 它就很明顯 在過了這個第一年到第二年的 陣痛期過了以後 它的業績其實會有相當大幅度的成長 至於在AI領域的拓展方面 訓練的技術辨識率可以高達98% 在全世界排名前五名 而未來則鎖定人臉辨識相關的應用領域發展 預計在明年下半年可以看到明顯業績的貢獻 其實我們在台灣看到很多是安控的廠商 這些系統廠商 他們的人臉辨識大部分都不是自己開發的 那甚至於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從國外授權進來的 那所以第一個我覺得訓練是本地嘛 那所以我們可以提供更好的在地的資源 因為這個很重要 你系統硬體跟軟體的搭配 通常會有很多妹妹嘎嘎是要去修的 而不是說一個人你從以色列或從中國授權來 你一整合就可以動 這通常不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其實人臉辨識是很多的這個 隱私的問題或甚至是國安的問題 所以對訓練來講 我們其實有一直在注意 有最新的最好的技術出來 那它如果是有開放它的演算法 那我們就會去看它的演算法 然後用來改進我們自己的引擎 我們改進完以後再去跑那個測試結果說 我們是不是也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這樣的循環 所以我們也一直跟著世界最好的一個技術來走 很多時候我們不是不一定要去超越它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在AI的人力資源 確實比不過美國或中國的這些大廠 但是我們只要善用演算法的知識 以及訓練在很多video的前處理技術 反而是他們沒有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video本來有點雜訊 或是video光線太暗了 訓練有很多技術是可以把雜訊去掉 或是把光線還原到比較亮 我們在味道很好的人聯辨識的語氣裡面 我們其實做到的成績會比他們更好 那我相信我們在明年的下半年 應該可以看到訓練在AI這個部分 在營收上也可以有一些比較明顯的貢獻 訓練去年推出商用U系列產品 公司看好5G時代來臨之後 視訓的應用面開始增加 而目前已經以優惠的方式來推廣產品 以擴大市占率 而明年下半年起將開始陸續貢獻業績 這個的issue 其實我們看真正的機會點是5G 就是我們所謂的現在通訊 現在手機是4G 第四代 5G的時候 我們就會變成視訊 video anytime anyplace anywhere 那也就是說 訓練在前面兩年的布局 是希望我們在市場上的佔有率 先趕快佔有更大的使用者的族群 那營收不是我們前面兩年的重點 那等兩年 當我們這次去年講兩年以後就大概到明年了 那我們的使用者覺得說真的很好用 他們覺得說一個小時不夠了 然後這個4G 5G真的已經很方便了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我們的收穫期啦 面對軟體市場的競爭 訓練認為技術和行銷都是公司成長的關鍵 軟體場上要站穩 基本上還是三隻腳 一隻腳是技術一定要非常好 技術一定要世界一流的 但是技術好 賣不掉沒有用 所以第二隻腳 行銷一定要做得很好 並且最好是國際行銷 其實訓練在國際行銷投資非常的大 第三隻腳其實是資金 很多人都以為 軟體公司不需要很多的營運資金 其實不對的 因為行銷很花錢 尤其是國際行銷 因為訓練本來就有很多 20年來就有很多OEM合作的客戶 都是在全球的 我剛剛講到的 不管是日本的Fujitsu啦 美國Dail啦 那本來就是我們的客戶 所以我們本來就可以透過 並且這個都是全球的了 那加上我們的軟體 本來就是賣全球 訓練的Power Director 就是威力導演 或者Power DVD 我們本來就是賣全球 所以我們本來就有很多的管道 我們本來就有幾千萬個 全球的Member的資料多 所以我們任何一個技術 我們都可以透過 我們既有的行銷管道 可以把它給付出去 訓練近年來營運受到 PC市場的衰退 而在營收上逐年的價滑 而獲利也因為轉投資 完美移動而被拖累 而續年強調 今年商業模式的改變 也預計有一年的征痛期 未來則持續看好 U系列和AI技術的貢獻 很明顯看到他們今年確實接到很多比較大的客戶的案子 都是彩妝的大品牌的案子 所以我想他們接下來這一兩年的成長 應該也會有相當好的成長的幅度 因為PC持續在逆風 所以我們還沒有進入成長 成長引擎 U或是AI 可能要到明年的下半年 那我覺得我們有機會看到他們開始有比較明顯的貢獻 那可能在後年就是兩年以後 那我們應該可以 我想這兩個新的成長引擎 U跟AI都應該可以有相當不錯的表現 訓練在今年推出AI技術 還有U系列的產品也逐漸發酵 未來訓練能否在競爭激烈的軟體市場中 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呢 我們將持續為您關注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